在1995年 这个U卡这个实验成功以后 他找我们合作 Mikwan, former Set 3 was a very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at and the collaboration that worked so well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这个夫妻的计划 台湾的话因为四面环海尤其是台风 它就从我们东面海洋深层再过来 在卫星上去侦测这样子的天气系统 那它就会收集比较多的在海上的一些资料点 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可以跟 美国拼起平坐 福贵7号上总共有三个主要的仇宅 可以知道整个大气层垂直破面的温度湿度和压力 那另外也会测量一些电离层的参数 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做太空天气预报 这一部分是有一个用处就是用处的 这些用处是有的用处就是用处的用处 mycket多的用处就有的用处 就是用处的用处就是用处的用处 丑彩就是太空飞行体中被装载的货物 卫星丑彩就是在卫星中被装载的货物 卫星丑彩就是在卫星中被装载的货物 为了进行实验或是执行任务所搭载的仪器 英文就是Pay Mode 第一个最主要的筹载就是 全球定位卫星系统无线电接收器 简称叫TGIS 主要有三个筹载 第一个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无线电讯号接收器 简称TGRS 它可以从接收的无线电波 推导出大气层和电离层中的温度、压力、水气与电子密度等讯息 第二个的筹载是这一个离子速度 简称IVM 它可以实地测量推导出离子的温度和直线速度 它的资料可以帮助TGRS的准确度 它的好处是可以限定量测 所以相关的离子温度、离子速度还有离子浓度 第三个筹载是无线电信标 简称RFB 它主要是用来量测电离层闪烁 利用接收的资料做分析 就能得到电离层的结构 我认为它会变得很重要的 但它可以影响到健康或是人家的健康 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未来的用选择 能够解决定的 the variability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and the space space 發射就好像說小嬰孩托尼米星的期待一樣 其實發射以後的那一段才是最重要的 惠星是在太空的極端環境中運行 它面臨許多嚴苛的考驗 通過考驗才能夠順利執行任務 達成我們交付給它的使命 衛星身上進入太空軌道 屬於微重力而且沒有空氣 就是真空的狀態 接下來要進行是五項的測試 熱真空測試 震動測試 陰震測試 電池相容測試 其樣特性量測 這是熱真空測試艙 我們必須收集衛星抽載的這些科學資料 確認衛星經過熱真空測試之後 功能正常 它繞著地球運行的時候 繞一圈它100分鐘 浮衛氣號繞行地球 約有60分鐘受到日照 40分鐘則繞到地球背面 它將面臨從攝氏120度到-120度的溫差 所以我們用熱真空測試艙 驗證衛星在太空環境運作是否正常 音證測試最主要是要模擬火箭發射產生的噪音 火箭發射的音壓強度可以到達140-150塊度 音證測試的噪音源是由液態彈 專發為氣態彈 再加熱產生高壓 通過喇叭的喉部 均勻地散佈到艙體每個角落 該測試的聲音強度和頻率範圍 則由火箭發射公司提供 我們設計絕對是可以耐受火箭所產生的噪音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電磁相容測試艙 在這個艙壁上都是精準 所以就不會有外界的電磁流的感染 電磁相容測試是在測試衛星內部各個次系統 包含醜載之間是否有電磁干擾的現象產生 測量時將衛星置於全電波暗室內 分別利用天線和碳棒來進行輻射測試與傳導測試 衛星跟火箭之間他們也有一些通訊設備 他們會不會互相干擾 驗證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心地將衛星撞在火箭上 然後發射升空 然後再回到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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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衛星它的這個界面都是獨特的 所以它要裝到火箭上面去的時候 我們要用一個外購的分離系統把它結合起來 衛星會因為測試的需要分別待在不同的廠方 我們都要去演練這些不同的構性 都能夠成功地被執行 所以我們可以是這樣的 所謂衍星技術就是當無線電波傳播在不同的介質中 讯号的传播路径也会产生折射的现象 因此在轨道中运行的人造卫星 运用无线电波与其他人造卫星 或地面控制站互相传送的资讯时 均有可能受到大气层的折射 简单地说 就是无线电波受到大气层折射的影响 造成讯号传播路偏折 原本会被地球阻挡而收不到讯号的卫星 因此能够持续接收到讯号 福威7号每颗卫星就是进行眼星观测 它将提供地球表面大气层及电离层 随时分布结构的详细资讯 收集南北纬50度资料 这些观测资料有助于大气和太空天气观测 更可作为天气预报 研究全球气候变迁和研究电离层的重要资讯 只要在太空中发射六颗小小的卫星 我们接收这个讯号 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很多全球的资料 福威7号的地面系统包括位于太空中心的卫星操控中心 国内外的网络系统与资料下载的地面站 地面部门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设施 一个叫卫星窗户中心 第二个很重要的设施叫卫星地面站 台湾有四座地面站 7号它要求具象资料收集完了之后 必须要在30分钟之内下传到地面 然后传到这个资料处理中心 被卫星与地面站完成对接 并开始下传资料到地面站 地面站将接收到资料 借由网络传送给位于台湾 与美国的资料处理中心 以及卫星操控中心 卫星7号所用的软体 国内的自主化的能力叫AppSock 里面所有的软体 跟7号的地面控制系统 是我们自主研发出来的 卫星7号我们知道 它只要的观测是集中在热带地区 热带地区刚好是我们气象上观测最少的 我们应该在中低纬度要多点资料 这样看到资料对气象预报的帮助会比较大 增加了观测 我们才有机会去做更好的预测 一切大事件事在工作上 工作上是一切专业的工作 是你得到的成果 你的工作 在与其他人的专业 与其他人的专业 与其他人的关系 一切专业的事件事 一切专业的事件事 与我们在专业的工作上 专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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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切都在每一切都能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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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